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中南 这里也是武汉市市中心的中心 刚刚村这边走 发现这边停了好多电动车 最近我发现了现在在武汉街头 开车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很多人出面都是骑电动车和自行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路两边 停了好多电动车 然后路上车也是没有以前多了 以前这边是容易堵车的 因为车流特别的大 但是今天从前走发现汽车路上很少 看到没有,两边都是停了电动车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可能骑的电动车比较方便 也比较环保 也不容易堵车 所以现在很多人出门都是骑电动车了 因为我之前去过广西的南宁 感觉广西南宁那边骑电动车最多的 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 广西南宁那边是骑电动车的一个大军 但是今天在武汉街头 感觉骑电动车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比走在广西南宁的街头一样 看到没有,两边都是停的电动车 右边的话这边是个中商的一个写字楼 很多人上班都是骑电动车的 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马路上汽车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还有是骑自行车的 然后右边这边挣钱方是武汉小区 也是武汉市非常牛的一个小区 据说这个小区关有钱的话还不一定进得去 一定要学习好品德好才可以进得去 武汉市非常牛的一个小区 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外卖小哥骑的电动车 还有一些市民也是骑的电动车 楼两边整整齐齐放了好多电动车 武汉今天是晴天 温度也是比较高的 特别的舒服 非常适合在这边逛街游玩 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多人都搭了这个太阳伞 看到没有 这一路走过来 这个路边停了都是这个电动车 然后在上面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帅哥边走边玩手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哇塞 刚刚那个穿白衣服还戴着口罩 武汉今天温度的话应该有28 9度的样子 看到没有 这就是武汉的一个街道 非常的干净 那个地面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的 非常的干净 骑自行车的 骑电动车的 现在右边这边的话是一个银行 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什么 看到没有 建行的一个保管 保管箱 保管档 看到没有 这边也是停了电动车 左边也是停了好多这个电动车 然后从这边上这个过天桥的话 也是电动车可以上去的 因为这边的话行人上去 电动车也是可以上去的 前两天去到了武汉的汉政坚 那边的话也是感觉这个电动车特别的多 密密麻麻 楼两边停的都是电动车 反正总体来说 现在感觉这个骑电动车人是比较多了 看到没有 楼上现在也不堵车了 非常的好 然后看到没有 天桥上面也是有这个骑电动车的 这边的话是这个中南楼 看到没有非常宽的一个马楼 开汽车的还是有 但是现在整体来说也不堵车了 因为有的人出门的话比较近 就骑个电动车也比较好 也比较环保也比较方便 非常的舒服 看到没有 马楼上是不是 没有像以前那么拥堵了 这边的话是这个中建广场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左边这边的话是这个 看到没有 中商鞋子楼 那边的话是中商这个广场 这是中南楼 五安市市中心的一个中心 一个主管道